嘿嘿,这个村庄就非常不错 直觉告诉我,在这里一定会发大财的 呵呵呵呵 好好好,那么选址就在这里了 好了,我的小浅浅,赶紧过来吧 我的新店已经开好了 嘿,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要去钓鱼 怎么说呢,我有预感 今天我的运气一定非常好 哦,嗯,慢着 前面那是什么东西啊 哦,没了,全都没了 我破产了,我彻底失败了 嘿,刚才那个家伙为什么这么伤心啊 等等,这是盲盒 看起来就是运气的买卖 哦,不过我今天的运气十分的不错 所以我感觉我可能会大赚一笔 哈哈,现在就赶紧去拿钱吧 哈哈哈哈 呵呵,我的小浅浅 居然只有这么一点点了 哦 不过没关系,因为我马上就会翻倍了 嘿,好了,给你 赶紧给我盲盒 哦,哈哈 你的这个价格只能换到这个箱子 不管是什么 我都相信我的运气了吧 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 嗯,什么情况 为什么 是一只僵尸 救命啊,救救我啊 哈哈,这么点钱 还想要好东西 真是笑死我了 呵呵呵呵 哦,为什么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没了,全部都没有了 我的小浅浅 哦 嘿,等等 这是什么地方 这些箱子 这简直是太中文了吧 哇 我才 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嘿嘿 好了 现在我拥有了这些箱子 而且我的箱子从外观上来看 要比那个家伙的好得多 呵呵呵呵呵 所以说我必须能够将她的生意抢过来 嘿嘿 嘿,等等 这边又有一个盲盒店 好吧 这是我仅收了一点钱了 只希望这次能够翻身 哦 哦不,这是什么东西 不 我彻底破产了 哦 慢着 这是什么东西 嗯 嘿 毛河嘛 自然是片小孩的玩意儿 不过我的运气一向很好 所以我直接买一个吧 哦 好了 接下来就是查看我的收获时间 哈哈 好像是一把箭啊 总的来说 也不算是很贵好吧 哈哈 嗯 这边居然新开了一个店铺 嘿 把你这里最贵的给我一个 没有问题 哦 话说这个是什么 母法棒 哦 我的老天 好吧 还挺新奇的 呵呵呵呵呵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人了 怎么回事 真是奇怪 嘿 等等 那是 一个新店 就是那个家伙抢了我的活 我 不 哦 这个太爱惨了 咪咪咪咪咪咪咪